時間來到下午的1點34分 回到股東前朝 我是明樂的持續片 來掌握今天台北股市 盤後重點的掃描跟觀察 在現場陪大家觀察盤後重點的是 德信證券的林幸福分析師 幸福武安 大家好 幸福先帶大家掃描 下今天大盤的走社 台北股市今天是再次出現了 開高走高上漲的戲碼了 加成指數中場是上漲93點 來到1萬1095點 成交量是1304億元 尾盤指數最後一盤是再拉高了10點左右 動用了大約是85億左右的一個資金 再次出現了向上的一個拉高拉尾秀 那今天盤面上的關盤重點 來帶大家掃描了 今天一開盤主要是三王連媚上宮 包含了台積電 紅海還有大力光 今天都是延續多方的攻擊型態 也帶動了台北股市 是順利的收復了2月5號 2月初股災起跌點的一個空方缺口 美光股價是飆上17年半來的新高 帶動了盤面上 記憶體族群今天的擴散效應是相當明顯 包含了南亞科 華邦店 還有記憶體模組的商城 威剛 平安 股價都是大漲的 PCB族群今天也展現了整理過後再度攻擊的一個力道 包含了耀華 真頂在盤中 都是有帶量攻漲停的一個走勢 另外包含了嘉蓮一跟富喬在後半場 也都是急起直追的 Lumentum在昨天有新的併購的訊息傳來 力圖要登上全球3D感測霸主 再加上外資調高了穩帽的目標價 今天3D感測相關的族群就由穩帽帶頭向上攻 精彩 銅心電 玉金光都有相當亮麗的演出 而且今天盤面上另外一個關盤重點是 挖礦概念股終於止跌回穩了 漢遜跟印太在今天都展開了強勁的反撲力道 漢遜在今天更是以漲停價作收 挖礦概念股在今天是全面回神 好 解析附先幫我們來解讀一下 在今天大盤指數我們從K線來做觀察 台股市拉出了連續第四根的紅K棒 而且今天的這根紅K棒已經順利的填補了 二月初的這個空方缺口了 那在填補缺口之後 下一步的大盤指數會展現什麼樣的一個攻擊力道 會繼續的向上急攻嗎 好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大盤指數的一個K線 其實二月初經過了一波的這個擊殺之後 指數已經慢慢的 已經回補了這兩個比較大的一個跳空缺口 那當然從這樣的形態來看的話 指數其實相當的有機會再來挑戰 在這個1月這個11270的一個前波高點 那其實我覺得如果說要來挑戰新高的話 其實成交量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察點 因為畢竟到昨天為止 量才開始有回升到1300 1400億以上 所以未來成交量能不能夠持續的一個放大 將會是我們關盤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我想台股的部分如果嚴格說起來的話 我們相對於美股因為美股的部分包括像納斯達克 包括像肺半都已經創下了這個波段的一個新高 那台股的結構其實蠻有趣的 其實如果大家有去跑這個所謂回歸分析的話 其實台股跟肺半指數四大指數裡面 跟肺半指數的連結性最強 因為台股大概有七成 大概有七成以上都是由電子股來組成 所以只要電子股全球的電子股產業 特別是半導體產業開始動起來的話 其實台股就有機會跟著往上走 那我想今天在指數的一個上漲的過程裡面 今天指數收盤還是大漲了將近百點 漲了93點 也就是說兩天下來其實拉出了這個實體的 這個長紅K棒 那當然其中除了像2330的台積電之外 我覺得在這邊低基期的一些個股 特別是瓶蓋的部分 發揮了非常重大的一個效果 像2317的鴻海 鴻海的部分來說的話 當然這兩天有這個子公司 到這個大陸成功掛牌的一個利多 也讓股價從之前這個不到90塊的低點 今天已經來到了這個95塊2 波段其實也累積超過 將近有一成左右的一個漲幅 甚至之前傳出來 被排除在這個蘋果的 這個200大供應商之外的 這個4958的真頂 今天甚至以一個長紅K棒 這個股價一股做氣 攻克了所有的一個 這個均線的反壓 甚至盤中還一度點到 點到漲平板的價位 所以你可以發現 今天的這個整個大盤 在往上攻的過程裡面 搭配昨天外資再度回頭 買超台股超過百億 是創下大概9個月以來的一個 這個最大的一個單日買超 那也可以發現 除了一些這個題材面比較強的 在創新高之外 慢慢的一些外資在低檔 回補的一些個股 也都有不錯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的一個操作 有兩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說 對著產業對著方向 可能它已經領先大盤創高 那這時候你就要採取一個 就是來回操作 因為有時候它可能過高之後 就會拉回 過高之後就會拉回 但是如果說一些機器比較低的 像我們剛剛看到鴻海 它昨天大漲 今天盤中還往上拉 或者說像3008的大力光 之前從6000跌破4000也跌很深 它昨天大漲之後 今天還是往上又漲了90塊錢 漲了有超過2% 所以現階段操作 如果是在高檔領先大盤創高 你一定要來回操作 不要說過高我去追 可能短線會套了 但是如果說它之前 隨著大盤已經大跌 有修正了一大波之後 它的一個延續性 可能短線上就會比較強勁一點 我想這個雖然同樣是股票 但是位階高還有位階低 它的一個操作的一個 這個進出場的一個方式的話 其實還是有這個相當大的一個差異性 好 我們今天有幫大家整理 尤其是宏家軍在鴻海的領軍之下 這個波段大部分 鴻海集團的個股跌幅都蠻重 大約都跌了兩成 甚至到37%左右的一個跌幅 這一波跌最重的就是乙勝KY 波段大概是跌了37% 另外像是夜城 像是廣宇 這波段大概也都下跌了三成左右 台陽 宏家軍旗下的網通股 這個波段也跌了三成 今天也強勁的向上做反彈 另外包含了真頂這個波段下跌了24% 宏准這個波段是下跌了21% 那鴻海下跌將近有25%左右的一個水準 昨天法人對於宏家軍的個股 幾乎都是站在回補的一方 只有夜城跟宏准還是站在賣方的 其他都是有轉為比較明顯的買超的一個操作 另外還有一塊要請教幸福的是PCB的部分 因為PCB今天早上也是針頂在帶頭 針頂帶頭之後 其他的PCB指標股就紛紛的開始出來跟進了 尾盤的時候 耀華甚至還所在漲停板的一個價位 包含比較上游的富橋在今天 也有一點出現了拉尾秀的戲碼 最後收盤是漲了半根左右的一個幅度 那現在市場又開始看PCB認為他們不但 第一季可以擺脫其他蘋果下游供應鏈淡季效應的陰霾 他們第一季的營收表現應該會不錯 而且今年整個印刷電路版的一個族群的一個產業展望 也是偏向樂觀的 PCB族群也整理了一段時間了 今天整個族群再度的發動 幸福怎麼看 好的 我想從PCB的族群來看的話 像我們剛剛有提到 洪家軍的針頂 其實之前也跌了相當大的一個波段 另外今天尾盤強空漲停 還有2367的耀華 我們也看一下耀華它的一個K線 你看它也從這個高點是出現在 今年的這個12月 12月底1月初 對 27.15然後最低有短破這個20塊 你看從27跌到20 其實短線上它也跌滿深的 大概跌了20起8 接近三成 我想其實跌深之後 如果說其實它基本面還不差 基本面還不差的話 跌深之後 當然也會慢慢讓它的一個 所謂不管是股價淨值比 或者說讓它的本利比 回到一個相對比較低位階的 一個合理空間 我想今天整體的一個PCB 往上走的一個過程裡面 當然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說 很多的個股之前 都已經有經過了一波的一個修正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中國大陸其實最近是積極的在運作 這個所謂有關於美麗中國的一個環保 其實像PCB在製作的過程裡面 也會產生蠻多的一些 因為裡面很多可能都是強酸 強鹼 這個對於環境來說的話 其實還是有蠻大的一個污染性 所以其實去年在蠻多的一個PCB廠商 都有被可能針對環保的這個部分 去做一個強調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當然會對於 這個過去的一些這個產能會產生影響 可是呢 在今年來看的話 這些現象應該還會持續 所以我覺得PCB的一個部分來說的話 短線上今天全面的一個走牆 甚至包括像之前 像6153的加聯益 這個也是之前去年第四季 傳出來有打入蘋果供應鏈 你看它從之前12月見到這個50.1的波段高點之後 也是短線曾經拉回跌破40塊 今天碰到半年線之後 第二次的再度放量往上勾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蘋蓋 第二個搭配跌升的一個 這個比較低的位階來看的話 都是今天盤面上資金 會特別去關注的一個方向跟標的 其他另外在挖礦概念股的部分 今天全面的向上來進行反撲了 有很多的礦工礦主認為 今年整個虛擬貨幣的產業元年 還是會走得非常的旺 經歷了三天的修正 今天再度的向上做轉牆 到底是反彈還是接下來還會再走一個波段 我覺得其實虛擬貨幣這個變化真的非常大 可能短短之內三個月漲了兩倍 也可能短短十天之內跌五成 所以其實它波動非常的大 那從比特幣開始之後 後面也出現了包括像以太幣等等 其實現在市面上如果說可以喊得出有報價 可能超過上百種的一個虛擬貨幣 所以說其實現在虛擬貨幣它的一個範圍 可以說是越來越廣 當然包括像這一波在虛擬貨幣裡面的領頭 像6150的翰遜 翰遜其實早盤 它現在目前是分盤交易 它早盤其實還是有稍微的開低 不過因為後面整個所謂挖礦股的一個氣氛 有轉強的情況之下 尾盤甚至還攻上漲停 那我認為說其實當然挖礦今年來說的話 可能提財面的一個部分 還是相當的強勁 但是因為還是股價 從這個不到100塊 之前去年大概11月大概只有65 60塊 漲到300多塊漲得比較多 那我覺得這邊短線上還是要去特別 因為我早上有看了一下這個比特幣的報價 似乎昨天盤中短線反彈之後 其實後面還是價格稍微有點下來 所以其實還要特別留意明天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覺得挖礦今年大概看起來 目前提財面還是會持續的延續下去 那重點就是大家要緊盯 這個所謂虛擬貨幣 特別是比特幣 以特幣這兩大虛擬貨幣的 它的一個盤中漲停的情況 如果說開始出現了這個指紋 當然對於相關的一些 所謂挖礦的一個概念股 不管是做顯卡的 說是做這個IC設計相關的等等 我想其實今年來看的話 提財面的一個部分 還是滿受到市場的一個關注 好 感謝幸福的分析 那昨天外資是認錯回補 大買了台北股市現貨市場100多億 如何跟著外資的腳步 來從全正的方向來做操作 我們稍後回來再請教幸福